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海报的组成元素 其中包含文案、字体、图片素材、色彩 这四个大的方便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先来说文案 那么文案对于一个海报来说呢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以及它的一些作用 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广告海报设计的时候呢 出发点都是想学到手之后呢 会设计一些商业性的海报 那么商业海报的文案呢 有它的一些特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课件 今天的 然后这是一些电影类的海报 一些这个电视文艺节目的一些旋转海报 主题海报 这边呢是店铺 天猫店铺的一些海报 它们上面的一些文案 这些呢有一部分是也是商业的 有一部分是这个企业的都有 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文案呢 就会想到这个文案是怎么样的进行 分哪些的步骤去进行 无论是你做这个海报的文案也好 或者是你策划一场活动的文案也好 你都会去遵循三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你要去分析客户的需求 那么谈到这个客户的需求呢 我们百度一下可以就是查阅的到 一共有这个客户吗 你面对的这个客户可能是这个人类吗 人你和人打交道他就无外乎有17种的需求 排名第一的性 第二成长需求 第三的惰性 满足 第四呢可能是想到的满足 第五是舒适满足 第六美食美景 第七获得认同 第八呢保护欲 第九 攀比 第十呢可能是好奇 十一是追求效率 十二是可靠 这些呢都可以在这个网上搜到 然后也是要说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步骤 你做文案的时候 做文案的时候第一个步骤 你要去分析客户需求 把这个圈子画小 你是要给 当然这17点你不可能都去满足 你是做活动也好 你是做到这张 先在这张海报上也好 你会挑两到三条的重点 这个就是你要 面对的一些人群 你要侧重点 你的 受众的人群在哪 你想说说的直白点 你想给谁看 你想让谁来来看 来关注 来买你的产品 那么你选 从这17个需求里选到两到三 两到三个有关联的 就可以了 这是分析客户的需求 第二个呢就是你做 本案的营销策划 因为你想到这个商业海报 你肯定要去做营销 营销策划 那么策划呢 它又分为三点 第一个呢是流量点 第二个是转换点 第三个呢就是成交点 我们可能那个开淘宝店的时候 然后会知道 这个三个点的这个含义 流量点呢就是用来 像我们刚才说的 用来做这个客户的筛选 什么样的客户是你需要的 是你需求的 你会有针对性的 去对他们进行传播 因为你可能前期的时候 你的资金 不会让你这种大张旗鼓的 就是 有早一个案子 没早一个案子 哪儿哪儿你都去投钱投资 你可能投不了这笔费 那么你相对而讲 你就需要去做这个客户的筛选 选你认为把握的客户 是你的这个客户层 那么你针对他们去进行一个宣传 第二个呢就是转化点 转化点呢就是用来做客户教育 那么说你把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人 吸引来了 吸引来了之后呢 引起他们的好奇 或者说是然后让他们由被动变为主动 然后从而呢用你的产品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深入的宣传宣导 对他的心理呢 对他的大脑呢 有一定的印象和影响 这个就是说做客户的教育 第三个成交点呢就是促使你这个产品卖出去 或者说你这个宣传达到一个目的 这个就是成交点用来促使成交 这是第二点做文案的营销测化 第三点呢就是合理表达 你不可能是太夸张 然后很适当的去表达你想要推出的产品 或者你的核心思想 这是做一个商业海报的文案的三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影海报里的时候 就是他的文案的一些特点 除了我们看到有这个电影名称以外呢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日期的地方 还有在这个海报的一些相对于显眼的位置上呢 会有简短的这样的一个文案 你像这个沙珀郎3D 这是他的其中的一个重点 沙珀郎名称2 然后在这个文案呢就是十年一战杀机冲天 在这个位置上有这种大黑字体写上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那么动作电影呢 那我们的需求可能是喜欢动作片的人才会去看 年轻人可能有这种暴力倾向的假设啊 这种暴力倾向的一些观众热血的一些观众会去关注他 那么我用这样的一个文案更能勾起他的那种想法 那种冲动力量那种感觉 他也是这个文案呢 也是为了风托这种电影的一些氛围所产生的 那么接下来他这个时间呢 时间之后呢 有这种一个狂战到底很简短也是 一个决心都会跟着这个上映的时间 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文案 惊吓最某动作片 对于海报本身的呢 是一种渲染 上知上年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不等青春期 他也阐述了这个上年班的一些特点 电影里边的一些特点 然后也会引人入胜 然后让你去猜测去想象 然后产生好奇 最后呢去关注 会去走到影院观看这部电影 6月19号 你们放假 我们上映 用你们和我们拉动彼此之间的一些距离 拉近彼此的一些距离 刚好你们放假的时候 我们可以上映 希望你们来观看 这个是有一种邀请的一种感觉 这是玩其中的一些特点 山河固人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10月3日约固人相见 看山河不变 很怀旧的这种感觉 然后也稍微的有一些山情的成分在里面 刀石下山 一门之隔两个世界 不许此行呢 这个就是双关语 第一呢 他可能表述电影里边 他下山 没有就是枉费他下山的这一片苦心 另外呢 我们来观影 这部电影很超值 不许此行 有这样的一语双关的意思 这是电影海报文案的一些特点 很简短 然后很讹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一些综艺节目 然后推出的一些巨幅的海报 当然海报呢 他也是除了这个 图片 然后颜色 文字以外呢 有这样的一个文案 也很简短 那他在下面的时候 他会封国字号 女生 然后韩红 每个人都有一个代号 摇滚传奇 罗奇 政治型的是巨飞唱将 这个是每一个歌手呢 他的一个代号都不一样 这个文案其实也是蛮难形的 想象的 他呢 是需要根据人物本身的 歌手本身的一些特点 然后给他们对他们的特点 进行一个概述 也让观众呢 更能清晰 更能深刻的认识他们 了解他们 这是对于这样的海报的一些文案 也不是说很长 很赘述 很短 很简短 突出重点 下面呢 是这个 天猫 狂欢节的一些文案 是配合这个图形 然后产生的 找不到新姿势自拍怎么办 别怕双十一来了 让你一次拍拖 那拍的肯定不是是拍照 肯定是要拍他的一些产品 这是他有潜在的一项含义 逛街总要全武装怎么办 别怕双十一来了 在家也能逛到海 足不出户 然后可以在网上选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 包裹 我像包裹太重 怎么办 别怕双十一来了 包裹更重 因为你肯定要去拍很多的东西 所以包裹是相当的多 这是 对于这种商业海报 它的文案的一些特点 也是结合他们本身这个结构 天猫双成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些文案 下面的这个文案呢 就比较有意思 这是比较有创意的文案 这个是 乌克兰国际航空的一幅 广告创意文案 让世界更进 自由女神 下面呢 这个是 统一方面的一个文案 今天一碗面 明天的 圣伯莱德 背上会看上他的名字 希望小学的孩子需要更多希望 百分之七十的希望小学操上只有沙土 你吃一碗面 我捐一份钱改变他的人生 这是变相的 一些商业性的活动 你也不能完全说 他不是在做慈善 但是我觉得 他想捐完全可以直接了当的去捐吗 还是不太倡导这样的方式 但是他做的这个文案其实也挺牵强的 下面呢这个是一个房产的这个 然后配配合这样的插画呢 然后也很有特点 手中心得天下 网络生活 全要素 冒红公寓 那么他针对于每种动物的特点 然后而且还是这个 我们 文字呢就是很有意思 因为不同的文字配起来之后呢 含义一个字的含义可能都会产生 很多种的意思 新乌种 新乌种来写 户型 他指的是这个户型 多少平米都多少平米 然后有这样的 相对的一些 生物 那么他这个文案呢 也是手中心得天下 智书的一个特点 智商网络生活全要素 章鱼的繁华之上高效物业 触手可及 触手可及 触手 章鱼的触手 针对于这个 每一个心 每一个动物 他们自身身上的一些元素 然后结合这样的一个文案 做起来之后呢 我们更容易能接受 而且也比较容易回味 因为他确实是做的很出色 有你值得去在 往生的想 一些方向 也能给你留下很深的一些印象 能投资 能自助 能办公 功能灵活多变 舌头呢 他的变色龙的舌头是很灵活的 然后他身上的颜色呢 又很多变 本身这个 假设的这个物体呢 和这个文案就很相辅相成的 这是 微投入大回报 超低门槛 超向松 核存 它是这种特点 看上去小小的 正常的时候 它是比较小的一种尺寸身材 那么实际呢 在某种程度上触发 它呢 它会变得很巨大 这是房地产的文案 接下来 这个是麦当劳的一个文案 然后就是 灯光从这一树 然后照出来 它是20小时营业 这样一个特点 晚上不管你在深夜到几点 你在这呢 都可以 有这样的一树很温暖的灯光 去关回你 以上呢 就是这个海报的文案 一些特点 下一节课呢 我们开始做这个 第二个组成元素字体 然后会用到 Photoshop这些软件 然后像这样的 一些字体特效 我们会加入实战 我起这样的 一些字体特效 希望同学们呢 到时候准时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